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又来这里学习 一起度开庆期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下面我们讲 显命远通 成佛心药第四讲 高老师年轻的时候 也听一个法师讲经 他讲得特别好 听的人特别多 然后我也听 因为自己看书 我也觉得自己明媚一点 有一次啊 这法师讲了两个多小时 我就问法师 我说法师你不讲经 怎么不讲经呢 他说我讲经呢 我说经的内容你没讲呢 你讲的都是故事笑话 他说啊 是吧 那是叫高居士啊 他说我要讲经 大家都讲跑了 他们听不懂吗 他说我讲些笑话 逗逗大家开心呢 都来供养我 要不你先你说张家不饿死我了 法师特别幽默啊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想我要发心 到时候我讲经我就讲经 跑就跑呗 众生有福报也不一定就跑了 听不明白听不清楚啊 更能激发可能这个听的人啊 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呢 不一定啊 讲经不一定对方 非得让对方听明白吧 能讲明白就不容易了 现在 哎这是高老师经常纠结的事情啊 怎么讲啊 讲那个落地一点呢 还是 讲佛就是想讲的这个经的意思啊 经常纠结 现在现在也不究竟了 你看我们的讲了四次了 是吧 那这五百人只减少了十五人啊 没给讲跑啊 非常有意思啊 所以说这个 那今天啊 可能就是 我们相信啊 即使没有听明白 那这个佛的智慧种子啊 也在我们心田里了 不断的寻陶 慢慢呢就会成熟 我经常讲这个故事 我以后也会听大家 大家会听大家讲的故事 能家精神有四句话啊 我就吵下来 那十几年 一二十年 我天天都读一遍 看似懂 其实不懂 但是没有关系啊 随着这一二十年 二三十年的修行 慢慢呢 第一句话的意思 我就懂了 我就懂了 第二句话意思 也懂得一半了 如果懂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呢 就成入地菩萨了 所以说啊 经典的学习啊 要听闻 要熏陶 要陪福 最后成为 变成 物佛之间 如佛之间 还有个福报和信心的 不断的这个 两种这个阳光和水分的 不断的浇灌 我们才能成就 幸好啊 有显明能成佛信药啊 因为显宗啊 你需要明物真心 才能修行 才是真心 那后级讲啊 可能我们就要讲 那个密教信药 密教信药啊 就不需要 知道 这个 这么深的理论了 只要你按佛讲的 给你修行 就可以了 所以高老师 他就学了三十年信药 前十年前面这个 显教信药 也是一知半解 但是没有关系啊 那我们有后边密教信药啊 直接拿佛的果实啊 他这佛倒是怎么把 这个果实种出来 我们不一定先学到 他帮我们把后边 那个密教 那个准提众念好了 有时间了 有福报了 有精力了 就像大家你看 都有福报 能在这学习啊 这是我们的 慢慢脚前面 这个 显教的部分 慢慢去拒绝的 把它当成一种享受啊 在佛的阳光与录像 佛的智慧享受 听明白 是最好的了 殊胜的了 听不 暂时听不明白 慢慢陪福报 好好修行 实在听不明白 我们发现 到极乐世界啊 继续学习 继续听阿弥陀佛讲 听文书菩萨讲 听弥勒菩萨讲 如果高老师去的早了 可以听我的 还可以听高老师讲 所以我们变成三种处理方法 那我们大体啊 把上一讲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好 我们转到这个功详啊 那上一讲啊 主要是讲到 显教 要明悟真心 只有明悟真心呢 才是真正的这个修行呢 那么我们画了一个图啊 画了这个图 从这个图上呢 看呢 如何看待 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真心啊 凡夫之人呢 以四大为神 原念为心 就你这些念头啊 你执剑啊 听到的知识啊 你的想法 有个心 有个身心 那龙家经说啊 这不是你的这个 真的身心啊 你的真的身心呢 是非常大的 非常辽阔的 山和大地 都是你心中之物啊 山和大地大不大呀 把那个山和大地 放在你真心里啊 就像大海中的 宇宙中的 一个微尘一样 所以说你的身心呢 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众生啊 执着于这个小的身心啊 执着于小的身心啊 不知外子 山和大地 近虚空 都是你的真心的 我们放弃了大的真心呢 减了一个芝麻呀 这是这个 冷言经上说的这个真心 那到顿教上 真心啊 顿教真心啊 就是龙家经啊 等等真心 就一开始啊 是为了让你啊 放弃了一个小的身心 说有山和大地 是你心中之物 真正的放在你本自 清静的这个真心里 那个山和大地啊 本身是无的 你这个自然而然的 你这个真心是本自清静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 落尘 一切啊 都是清静的 本来就没有染召 没有佛众生 没有任何差 那这是我到顿教一心了 我到顿教一心了 那这个顿教一心呢 还不圆满 那这个顿教一心呢 更清静于法身啊 你一个顿教一心呢 可以修到法身 那我们成佛还要返嫁 词行啊 读众生啊 所以说华严经啊 他的原教一心 就把法爆化啊 合为一起的一个原教真心 那今天呢 我们也重点讲原教真心 其实本自清静的一个真心啊 他本自又包含了三十间 司法界 包含了 就包含了 山河达地是存在的 他这个存在跟我们世俗啊 我们看到的存在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世俗看到了 前面有一个微臣 那是微臣 那从原教真心来讲 在微臣中啊 还包含无数个世界啊 包含着无数个佛国 是地往无尽的 那这样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 那我把前面再复习一遍啊 打个比方啊 就是说 有这个三个法师 一个法师呢 他认为啊 身心非常大 山河达地都是心中之物 还有一个法师啊 因为山河达地 本无一切本患 自心呢 本自清静 还有个法师啊 是抱着原教的自想 就是啊 认为啊 这个心中啊 包含万法 万法又包含清静心 抱着三种想法啊 或者按照我们叛教啊 还有小成的这个 对心的认识啊 原念为心啊 那么如果有相同的 事情遇到了 那抱着不同的 对心的认识啊 有可能处理事情不一样啊 就像修行的方法不一样啊 道大师在这里啊 判啊 这原教是最圆满的 前面呢 都是全切 方便接引众生 因为众生不同啊 比如说 我们现在啊 有一个人 他呢 遇到这样三个法师 遇到三个法师 他有个烦恼 他的烦恼啊 就是啊 觉得自己家 现在住的房子太小 想换个大点的楼房 但是呢 还没有这样的资金 非常烦恼 找到这个法师 那我们看 按圆圈第一层啊 就是五蕴为心 原念为心的 如果山河大地 都是心中之物啊 那这个法师啊 就会说 你那个 无论是大房子 还是小房子 都是你一心啊 他没有差别啊 你还执着 那个五蕴为心 原念为心 执着这个 给他放在大房子里 小房子里 你不知道 那个大房子 小房子 那都是你一心的显现 都是你的心啊 你怎么还能分内外呢 可能啊 就会这样来想 这样来想 那抱着这样的想的人呢 就会告诉你啊 一切都是心的显现 一切都是心的显现 要常安住在这样的状态中 就是说你大房小房 那都是山河大地的 一间房子 山河大地都是你身心 你还执着他吗 那就真能够悟到啊 山河大地都是我的身心啊 甚至我的身心 都比这山河大地还大 山河大地都不执着 我还执着一间房子嘛 就让我们更大的心怀了 更大的心怀了 那如果啊 碰到这个顿教一心啊 那他就不会说啊 你这两个房子啊 都是你心中之物 那就像六祖 身是菩提树 心是明镜台 那就是五蕴为神 原念为心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都尘埃 如果抱这样的这个想法的人啊 更不追求大房子和小房子 因为所说的一个大小判断呢 那都是啊 你把圆满的清净自信呢 给看错了 给污染了 本来就没有大房子和小房子 本来就没有啊 那么在对于修行人来讲 所以啊 他抱着不同的心 他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 因此啊 他就能够放得下 放得下 不是讲到这 你们能放得下吗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啊 然后就摆在你面前的饭 说你别有吃的 你自己吃自己的嘛 那饭也是你心中物啊 你吃和不吃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想没想过 所以说按这个 显教的一个 新来你反过的反思事件 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应该放下 但是真能放下吗 无始以来啊 这种习气 让我们觉得啊 做梦啊 比这个梦醒了更加真实 那这个痛苦啊 和烦恼啊 对我们来讲 都是非常强烈的 你说你在做梦吗 醒醒啊 醒不来 所以说呢 按显宗的理论啊 能讲清楚 但是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 那些业力差别不一样啊 那就不一定真正的 能够起作用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 还是要讲这个 从佛的角度来讲 佛的角度来讲 我们现在是在梦中啊 是在迷啊 梦和迷 我们的想法就是往下走 认为啊 这个才是我们身心 佛开佛之间 如佛之间 就让我们从梦中醒来 要开悟 要明白 明白啊 这个小的身体 不仅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非常大 山河大地那么大 比山河大地还大 那我们的大的身心 需要我们去正的 那么这个大的身心呢 本自清净 如果这点就明白啊 法身法性了 明白法身法性了 那有些这个宗教派别啊 就说这个如来藏清净本觉啊 有点像那个梵天啊 不是梵天啊 梵天是天的一步 印度界有个大梵子思想 一些类似 但它还不一样 还是有区别 梵天思想跟如来藏思想 到底差别在哪里啊 这该是比较深奥的哲学问题啊 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思考 我们仍然呢 按照经典的来修行 下面我们可能还要讲啊 为什么哲学跟我们修行一个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因为华音宗是非常哲学的啊 华音宗啊 虽然我们新耀并不是哲学啊 我们新耀是走的杜顺这个 大师的一个路啊 实修的路 并没有哲学的路 但是它依然呢 带有华音经这种这个色彩啊 就是对这个本体的认识啊 本体的认识 那原教的一心啊 在这个层面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下面我们就讲啊 原教的真心啊 原教的真心啊 物真心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啊 所以我们看原教真心 那还要再重新点一下题啊 什么是神 什么是心 什么是法界 那也就是在这里原教啊 就身心是一体的啊 它是一心法界 所以说误了真心 真心啊 就是误了一真法界 当你误了一真法界的时候啊 你显宗的修行的 真正的目标才出现啊 不然你啊都是盲修瞎恋 这个盲修瞎恋呢 不是高老师说的啊 那么在心耀中 在这一点呢 说得非常清楚 我们再把这个重点啊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这为什么要认识真心呢 一切众生 我们看 从无始来 迷忘不知 无尽法界 是自身心 于众本据地网无尽 色心功德 既毕如遮纳 身心等其 却讲自家 无障碍之佛之身心 颠倒之位 杂染终生 杂染终生 这是我们做了什么 是欲求究竟佛果 切须勿此 披露法界 若未勿此 法界 历经多劫 修行万行 徒自劳苦 不得名为真实菩萨 亦不能生 如来家 这是华音经说的啊 不了于自心 云和之正道 彼游颠倒会 增长 一起恶 清凉云 不以此物 所作非真 自为修行 原来皆业 经典人说啊 如果你不了悟啊 这个自心 你不知道正道 用这个颠倒的智慧啊 你以为自己在修行 其实在增长恶业 以为自己在修行啊 原来都是在招惹罪业 所以要了解的一阵法界 上面我们讲了啊 所说的那个真身真心啊 如果从三身的角度来讲 就叫毕露哲纳 毕露哲纳 法身佛啊 他这个法身佛啊 是融合了法暴化三身一体的啊 三身一体的这个理论层次之前讲了 所以是这里再强调一下 所说的一真无障碍大法界神 毕露哲纳啊 以及我们的这个妙名原解 这个大家没有看到这个PPT是吗 切须物此披露法界 若为此为物此法界 历经多劫 修悉万行 徒自劳苦啊 不得名为 真实菩萨 亦不能生如来家 故华言经云 不了于自心云和之正道 必由颠倒会增长一切恶 清凉云 不以此物所作非真 自为修行原来皆业啊 所以说华言经说啊 你不误这个一真法界啊 你以为修行啊 其实呢 你才招惹罪业啊 说的很厉害啊 其实啊 其实啊 所说的一个披露法界 和披露法界啊 我比较披露法界 和一真无障碍法界心 都是一个意思啊 都是一个本体啊 我们上面这标了啊 都是一个意思啊 比如披露法界 就是指的一真无障碍法界 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真身真心 真心 在元诀经它叫大诀 在能言经叫妙名真心 妙名真心 在这里呢 都是一个意思啊 都是我们要 悟的那个 一心 一心法界 我们的真身真心 我们要正的那个东西 所以说 了无真心 那我们今天呢 就 把这一真无障碍法界 给大家展开讲一讲 那后边呢 具体的修行过程中啊 这各个 能言经的心啊 圆解经的心啊 禅宗的心啊 一真无障碍法界心啊 解和修行还要给大家讲 所以说大家呢 就理解 一遍没有理解 没有关系 我们下面不断的讲 从不同的侧面 来给大家讲 这个一真无障碍法界心啊 它多重要啊 如果你按显重修行的话 你不认这个心啊 得盲修相恋啊 所以说啊 你看 佛陀啊 拿着年华微笑 大家也一下明白了 就是明白这个真心啊 所说的 禅宗所说的 传心传心传什么啊 传的是不是这个心啊 我们要 要知道 这个修心的重要性 这个一真无障碍大法界的一心 我们 从华音经的角度啊 或者华音宗的角度啊 来系统的 来学习它 下面我们就 转到我们 专门为大家做的一个 课程学习资料啊 法界一心啊 这个一心 法界缘起的理论 哲学与修行 我试着多讲几遍 试着多讲几遍 我们说物的一心 什么叫一心呢 就是指的法界一心 整个法界就是一个心嘛 就是真心嘛 有时候我们 从那个修行的角度来讲 我们叫啊 我们修真心啊 那从那个 现象界的角度啊 就是对世界的人 外边那个 我们内外不应该这样 分的 这样理解 从对外的现象来讲 我们叫 它是法界 其实法界就是真心 真心就是法界 在这里啊 所以说大家知道啊 有时候说 哎呀 我们一真法界啊 有时候叫法界真心 有时候叫 披露者那 境界啊 这都是一个道理 都是指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这所说一心啊 就是法界缘起的理论 哲学和修行 三方面 深入了解的 一心法界啊 或叫法界缘起 就是讲世界的形成 及存在的方式 其实讲那个世界的形成 和存在的方式 也就是讲我们心的存在方式 和心事如何运行的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所说的这个法界 从我们这个修行 那个思路来讲 就是讲心的 讲你的法界是什么样 就是讲你的心是什么样 讲心什么样 同样也是讲法界是什么样 刚才说了啊 山河大地啊 就是六道轮回啊 这些所有的世界 都是你心中之物啊 心中的一个影像而已啊 所以这个法界都是你真心的 所以这里啊 一心法界 一心法界 如果我们把这一心法界啊 一定分成一个看到的现象 和它的本质的话 分成我们看到的现象 和这个读佛的本体啊 所以说佛的本体 也是我们的一心啊 是一样 因为佛的智慧 找到了这个智慧本体啊 和认知的智慧本体 所以我说我们说 这也是佛的智慧本体啊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的电脑 我们的水杯啊 我们能见到的一切东西 能体验的东西 这都是现象啊 我们要这样来认为这个法界啊 一切现象都是我们这个新的作用和表现 所以说一切现象均处相互依存 相互融赦 相互平等 没有矛盾和充足的和谐的统一当中 所有的现象都是这样 这是我们那个新的一个特点 一切都是新的显现 显现出来所有的现象 都是相互依存 相互融赦 相互平等 没有矛盾重处 是统一和谐在这个我们心里的 这是一个根本的 对于我们的心的描述啊 我们心是什么样子 说是世界啊 其实就是在说我们的心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叫法界缘起来形容啊 缘起还是在是怎么形成呢 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现象是怎么起现的啊 我们心中的一些现象是怎么起现的啊 这个山河大地是怎么起现的 还有三个方面啊 给大家讲 一个讲啊 就是说我们那个现象界和本体的关系啊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轮回的六道 跟解脱世界的这个本质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以不起为起来说明它 第二个呢 是哲学关系啊 一与一切的关系啊 一与一切的关系 部分和整体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啊 理论和不叫理论和实践啊 实践啊 理论啊 和现象的一个事实的关系 这哲学关系 第三个呢 是指导修行啊 我们怎么能够明见事实无碍 说明世间的一切现象和事物 是没有矛盾 没有充足的 和谐统一的 这三方面呢 来认识法界 你认识了这个法界 其实相当于认识心嘛 这个一组杜顺啊 重视实修 二组三组啊 就用这个法界缘起 性起缘起啊 实践门来描述这个理论 到四组啊 五组啊 他们也遇到啊 你不仅要理论上通透 也要修行啊 而且受到这个禅宗 这个影响啊 也开始啊 从个体的角度来啊 研究华严静 所以就啊 如何从悟心这个角度 来悟法界 既然法界和心是一样 从心的角度啊 如何来理解 你看我讲了这三点 你们能明白吗 你明白不了啊 我觉得我都没有讲明白啊 先有个大纲啊 我们会把这个内容 我们从不同角度讲几遍啊 我们讲的第一个特点 什么叫法界的 以不起为起啊 什么叫我们一心的不起为起啊 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些现象啊 比如说我前面 面对这个我们啊 做的一个这个学院的这个log 这个log我拿的指标 它是升起了吗 那从法界一心来讲 它根本就没有升起啊 它就不存在 它也不是不存在 那到了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我们看看佛事这么讲的啊 为什么 它是以不起为起啊 不起为起啊 是说明本体和现象的关系 本体和现象的关系啊 我们能够看到它的现象 那现象背后的本体和现象 什么关系 我们轮回这个世界啊 和我们解脱了世界是什么关系 那我们知道极乐世界 跟我们的关系是距离关系啊 是吗 是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是还有个距离的关系啊 那么彻底的解脱啊 到极乐世界你还要修行 最后成佛彻底解脱 那彻底解脱了那个成佛了 那个世界啊 它又跟我们那个轮回世界 什么关系啊 彻底解脱啊 从毛孟教徒来讲 极乐世界是成就法身的中间站 中间站啊 快乐的中间站啊 不退转的中间站 那什么叫缘呢 缘起啊 所以这个缘起啊 跟传统的缘起啊 还意思还比 传统的缘起啊 上次我们讲啊 也带了一点 这里再讲 缘吉则有 缘散则无 我们拿着手机 手机是各个零件组成的 然后把各个零件拆了 它就没有了 它就没有了 缘吉则有 缘散则无 认为事物啊 都有条件的 条件没有了 那就变化了 包括时间 空间 物质等等 这个呢 好理解 那正原散则无啊 那在这种条件中 找不到一个 什么是手机 什么是手机 如果你把这零件 拆成两半的话 那你说是这一半是手机 还那一半零件是手机呢 如果你是这一个是个手机 那个也是手机 那就两个手机了 那你说都不是手机 那手机在哪里呢 通过这缘起一分析 事物本身就没有自行 我们的手机的这个本身就只是个概念 它是一个幻觉 本来就是无声的 从中观的这个缘起分析啊 因为事物本身就是无声的 没有生起 没有生起 不仅是没有生起 从缘起角度来讲 你看我高老师能看到高老师手移动了啊 从缘起的分析 我手根本就没有动 是无声 无动 时间也没有变化 这是从过去中观的一个角度来讲 那它是重点破除呢 我们的我执和所执啊 我这里不想破除我执和所执啊 这是讲的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 缘起的一个应用啊 那这是用的一个缘起啊 证明信空啊 无声啊 那法界缘起啊 是在前面两个上面之上 那缘起你说就没有手机了吗 那手机还存在啊 你说无声吗 无声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 那在真正的修行中啊 在真正的度化众生过程中啊 虽然我们从法性来讲 法身来讲啊 众生本身是不存在的 那你还度谁啊 所以从法性反过来 它的慈悲层面来讲 那这里还要圆融现象界和这个轮回世界啊 如果不轮回的话 无众生可度了 所以说法界缘起的思想是以不起为起啊 什么是以不起为起呢 那有两方面啊 一个是无声啊 是无声的 二是它还存在 它是怎么存在的 什么叫无声啊 比如说我们眼前那个手机 那从我们世俗角度来讲 它是生产线流水线啊 那从佛的这个对去密码 从奇地菩萨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手机的升起啊 是没有条件的啊 没有条件的啊 它是你本身本体的一个显现啊 显现 这个现象的显现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也不以佛的意志为转移的 全是一心的这个显现 也就是说 它的显现是没有条件的 这是一点 那作为原本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能显现的这个一心 因为它是真实的永恒的 无条件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比如说看到这个手机 它又是真实的永恒的 无条件的存在 比如说现象就是 又从法经的一个角度来讲 现象又是本体 本体又是现象 我们常常说的 你说浪花不是水吗 浪花也是大海啊 但是大海呢 能显现 顿显这个浪花 常常用这个海印三位来 形容这个思想啊 一二那个一二元气啊 首先对你对你看到 现象已经是否认的 存在的无声的 这是又承认它是有声的 这个声是怎么声的 不是条件 因为条件生的 不是条件生 条件是无声的 如果有条件就是 它就生不起来啊 它是幻象而已啊 那么生起这个 真实的这个 那个现象啊 这个现象节 那它是无声的 是你心显现的 是你真心显现的 并不是谁生产出来的 那既然是心显现的 那它就有新的特点 它就真实的永恒的 无条件的这种存在 那你看这个手机生产出来 或者手机坏了 那它都是假象啊 那本身这个现象 它就用真实性 永恒性 无条件 这就是法界的 缘起的这个思想 以不起为起 它是无声的 无声的 什么叫不起为起啊 就是说它是心性生的 并不是条件生的 这个不起 其实不是缘起生的 这个起是指 是由心显现的 既然由心显现的 这个现象 它就有新的特点 就是真实性永恒性 和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 因此啊 世间的事物 产生的时间 没有先后 叫同时 世间的事物没有变化 叫具足 叫具足 所以说啊 在这点呢 跟法华经 我们讲过法华经 大家听着了 说你一小扣手 一成南墨佛 他说你既是成佛道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同时性 那就没有时间先后 这是佛的这个 真实的境界啊 不是幻觉啊 不是梦中的境界 你在这一小扣手 一生南墨佛 那从佛的境界来讲 真实的一新的境界来讲 这个已经成佛了 是因为没有时间先后 时间上是没有先后 所以就同时啊 就当下成佛啊 既成佛啊 既成佛 大家知道哪个既吧 只是同时 世间事物没有变化增严 叫具足 就具足 什么叫具足啊 法华经里 这不用啊 你拿个矿石 给他炼成金子 金子在锤打他 那个宝贝 就在你衣服里边呢 那个明珠 就在你衣服里边 你是不知道啊 当你找到之后 他就本身就圆满的 因此啊 法华经啊 所说的 你本身是佛子啊 你以为你是乞严 按道理说 你要认为你是佛子了 那佛家这些东西 不都你继承 都是你的 但你不认为自己是佛子啊 开佛之间 你不明白啊 还得假装你去挣钱啊 挣钱 把那些都挣到手了 你挺安心 你看 哎呀 皇帝交给我挺好吧 我把这些 那个工作给你玩得挺好吧 你死了 你看我继承 你我也心安理得的 我不白拿 我做了很大贡献啊 一点点来啊 这建修啊 但是啊 从本体上来讲 世界事物本身没有怎样 你本身就是佛啊 你就是披露者那佛 所以他是同时 就是具足的 不仅是成佛这样 随便一个水杯 任何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啊 那他都是没有时间先后去 他都本身都具足佛性 他本身都具足法界 所以说 他是同时具足的 那这是第一个作用啊 第二个就是哲学化了 哲学化 就是用一一和一切的关系 来说明解决本体的现象的关系啊 这是一个哲学论证啊 一记一切 一记一切 无过不离 无法 不同 你比如说这个杜顺啊 杜顺啊 我们叫法顺法师啊 但是高老师 我觉得他的这个 他虽然没有说自己是这个几地菩萨啊 后来人们认为他是文殊菩萨啊 但是从他那个修行的境界来讲 他应该在这七地菩萨以上啊 只有七地菩萨以上啊 其实才能这个叫明见事实无碍的一个现象啊 从他显现的那种神通的功德上来讲啊 他从某个角度来讲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七地菩萨以上 所以说他修道叫羽观双绝之后 让你明见事实无碍 那他这个徒弟啊 智颜法师啊 其实从原哲学上啊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换句话说 我是不是不用这个杜顺法师这个禅令修行 我用语言 不用禅观修行 我用语言能不能达到 从哲学上 理论的意学上可不可以达到这境界 我们前面讲到了啊 比如说一杯水 比如说一个水杯 他都一记一切的话 他都包含整个法界的话 那语言包不包含整个法界 那语言本身也包含整个法界 比如说你们听到高老师的声音 听到我说的意义 他也是可以被听到看到的 也是现象界的意义啊 那这个是不是也包含整个我们的心 整个法界 也包括 那既然包括的话 那我语言是不是也包括这个真心呢 我在语言上 把它一记一切了 那不也可以对法界真心啊 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所以说沿着这个思路 慢慢的这个华言宗 对一真法界的语言上的描述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清晰 形成了自己一个非常庞大的 而又富贵的 这个哲学体系 来论证啊 法界缘起 性起缘起 一心缘起 解剖意义与一切的关系 同样也可以达到 这样的法界缘起的 把握法界缘起 那从我看到的资料啊 来看啊 杜顺法师 杜顺和尚 叫法顺法师 是提倡的 用与官双结之后 到这个世事无碍 那他的弟子啊 更发挥了异学 不用与官双结 反而利用语言 语言也是现象界的 他也是法界 一个现象 从语言一个通透 整个法界 这点很重要啊 因为啊 你这个佛教啊 想要劝动 那个士大夫 就社会上层 来信仰佛教 社会上层 他没有实修 没有时间实修啊 但是他们都有儒家 这种这个研究学问 这个风气 哎 这正好符合这个 唐代啊 我们国家的情况 这些高文贵族 士大夫啊 都是这个 医学就非常理论 非常学经典 学理论非常 学得好的 那么这些哲学研究 著作的变数啊 让他们一下 离佛特别近 对这理论呢 不仅信服 甚至痴迷的阶段啊 因此很快啊 这个佛教啊 就得到啊 中国啊 隋唐 两代啊 皇族和贵族 和士大夫的 喜欢 谈经论道 胡说八道 你们知道 胡说八道 不是贬一词啊 一开始是 包一词啊 胡就是外国 外国的月亮 比中国的亮什么 胡说就是外国人说 胡说八道 八正道 现在胡说八道的意义都变了 所以说那时候啊 那个佛教的发展 偏于经验哲学 把它理论化了 所以说这个法界缘起 刚才给我们讲 是用三个视角来讲啊 你看志言法师 讲十学门啊 再加十会 十个角度我来讲啊 每一个角度 得开个十门啊 一百个角度讲啊 语言上组织了很庞大的哲学语言体系 把这法界缘起啊 就从语言角度讲得非常清楚 核心呢 那就是一记一切啊 无过不理 无法不同 一就是一切 一记一切 一入一切 没有过 没有离开 有所有的法都是相同的 我们详细看看啊 一记一切啊 讲那个华言啊 别人会问你什么叫一记一切啊 我们知道啊 为什么说啊 我们给一个佛磕头啊 相当于给所有佛的磕头了 我们拜毕露舍纳佛啊 所以拜所有的佛了 我们念一个准题咒啊 所有的咒都念了 你看华业经的这个哲学角度 怎么来理解它啊 首先啊 第一个啊 一和一切啊 它是解决本体作用的关系 这个一啊 是代表本体 一切啊 是代表作用 一啊 是代表本质 一切是代表现象 所以这里的一啊 是抽象的一 抽象的一 并不是 我们想象的世俗的一啊 所以这个一啊 是指我们那个心啊 刚才说悟心啊 理事外的理啊 正体用的体啊 佛性啊 这个一是这个意思 一即一切啊 一啊 能够是生万有的本源啊 一切万有都是这个一的显现啊 所以说这个一切 一切啊 多呀 实啊 它就是指这个具体的事物啊 指法用和众生啊 你看都是跟前面相对的 理事相对啊 心法相对 体用相对 佛与众生相对 都是就是无穷无尽的 这种现象和个体啊 那一即一切的第一层概念 就是刚才讲的是一样啊 这一切现象都是新的展现而已啊 一切记忆 这一切现象啊 一切现象 任何一个现象 它都跟本体是一样的 有本体的特点的 都是有本体的特点 就所有的浪花都是大海显现出来的 那同样所有的浪花 它本身就是大海的一部分嘛 它都就是水嘛 大海不就是水嘛 可以先一击一切 一击一击一击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 海浪就是海 海浪就是海 海浪有大海的一切特点 海浪是大海显现的 暂时是这样一个比较 第二个啊 这个一与一切的关系啊 又一层啊 就是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 你海浪和海浪之间的关系 大海浪还是小海浪啊 还风吹的海浪 潮流潮水的海浪 就是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一啊 是指整体中的一部分 那一切啊 是指去除了的刚才那个一的一部分 一部分 比一个房子 这个瓦是一 我们把瓦去掉了 其他的就叫一切 一与一切的关系 那就是啊 那一和一切的关系 这个一和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是主办关系 正义关系 也是一击一切 一切记忆的关系 一切记忆的关系 那有人又反驳啊 说你一记一切 这个瓦就是所有的房子吗 那你只用瓦能盖了房子吗 有人就问那个制言法师 那你能用瓦能盖房子 你不是说一记一切吗 是吧 那制言法师在这里啊 也给这个回答了 也给回答了 怎么回答呢 你说这个瓦 如果你是称他为瓦的时候 那一定已经有这个房子了 如果没有这个房子 不能叫瓦呀 不能叫瓦呀 你说的啊 就只用瓦来盖房子 你这是世俗的便机啊 如果你把它称个瓦的话 因为我们说这是哲学啊 这是哲学问题啊 如果称个瓦的话 那一定是有房子了 一定是有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 你不应该去盖呀 应该已经有这个房子 你才能管它叫瓦呀 如果你这个房子没有盖成 它不叫瓦 当你叫瓦的时候 它已经房子已经存在了 所以说一记一切 一记一切 它这个哲学问题 一般那个 这个 给它讲完之后 我估计那个提瓦 那个干活 那个瓦井还是不明白啊 所以说它是一个哲学的 一个推导的一个问题啊 哲学问题啊 这一记一切的现象啊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那么从一记一切的关系来讲 大家要注意讲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相容的关系 一中有多多种一记一 相容一个包容啊 相互包容啊 第二个就是啊 等同的关系相等的关系 一记一切一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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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相容的关系啊 这个新耀中还专门讲了一个 挺离奇的一个 传说故事 为了大家来理解啊 来理解 说有一个人呢 挑个担子啊 挑个担子 挑个担子 说这个 说这个 我累了啊 累了 看了一个路人说 哎你给我看点担子 我也点累了 他说你累了 我睡觉 我跑到跑到我这个 单的这个两个筐里睡吧 他那个人说 你筐这么小 你人这么大 你怎么可能钻进去呢 他说你别管了 你帮我看着吧 他说行 我帮你看着 哎这个人 一坐小就 就钻到自己那个 左边那个篮子里了 左边那个篮子里了 去睡觉去了 这时候啊 从他那个右边篮子里啊 就钻出一个 女人来啊 女人来啊 哎说刚才挑战那个人呢 他说他钻那个篮子 睡觉去了 跟那路人 他说哎呀 然后他就从篮子里拿 吃的 他说我说吃的没有意思 然后他就嘴中 吐出一个外父啊 就是情人啊 跟他一起吃饭啊 啊 吃吃饭呢 这个女的呢啊 这个女的呢 也吃的多了 哎呀我也休息 这女的又钻篮子里了 又留下这 我嘴中吐出这男的 这个男的说 哎呀我也没有意思 他嘴中又吐出个女的 他俩要一起吃饭 啊 那当时呢 就用这个故事 来比喻啊 相容关系 啊 一记多 一中有多 多中一 啊 就到那时 引入了这样的一个 传奇故事啊 传奇故事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